香港年青人也可以多些嘗試去大灣區 創業好就業好各方面好 多一個途徑或多一個地方 尋找自己適合的將來發展的機會 在工本主學學技術 第二個學學國情 國家主席習近平7月1日發表的重要講話 引起各界熱烈迴響、紛紛學習 事實上工聯會和一眾屬會 作為著名的愛國愛港團體 一直以來都是透過舉辦各種活動、交流、講座、研討會等 發揮大頭作用 讓港人更了解祖國的國情 例如上世紀50年代 工會推動工友訂閱人民畫報 讓港人透過畫報對祖國加深認識 習主席亦都講過 青年興則國家興 工聯會一向都是極為重視青年培訓的工作 好似在上世紀40年代就開展了 全港工人文教運動 為工會培養大批青年工會工作者 我們現在有請工聯會前副會長 屯門區議會主席陳友凱 凱哥為大家介紹一下 作為工聯會是一個愛國勞工團體 我們一定要使年輕人認識祖國 當時我們提出三程教育 所以每年我們都辦三程教育 所謂三程教育就是國情 港情 工會情 透過那些三程教育 使得年輕人對國家 對香港 對工會都產生了很大的認同 歸屬甚至作出貢勸 第二個方面我們透過教育裏面 我們亦都要多知多彩 有時我們都要搞一些 譬如內地的參觀團 考察團 交流團 透過這些交流團 學習團 或者參觀團 使得他們去到實地 或者現場看 他們的感受是很深刻的 尤其是現在內地很多紅色的景點 是將中國的近代市 一一活現在市民的眼前 這個教育是相當之好的 體驗營都有的 這些體驗營年輕人最受歡迎 我們搞去 譬如我們工會搞了很多希望 小學 學校 我們就組織一些年輕人去異教 河原 河原都比較 在當時都比較貧困一些 還有去到那裡 我的車路都是泥路來的 那些農村住的地方都很簡陋 我們去到河原 我記得我們地區有個希望小學 熱水鎮 那裡的環境不是太理想的 那些地都是泥路來的 但是他們都很投入 那些年輕人跟那些小朋友都打成一片 他也都將他們異教那種精神 也都是教導那些小學生 也都在那些小學生裏面 他們自己本身年輕人都受教育 我們近年搞一些比較科技的 譬如我記得我帶年輕人去到西窗看 其實在本港就有不少地點和景點 都能夠體現國家對香港的關愛之情 不如現在又請海哥跟我們說一下 屯門區內一個體現國家對香港關愛之情的地點 過去一些人為的障礙要打破 回歸後鄧區政府也都建一個深圳灣大橋 當時主席來作一個通車的儀式 而那個深圳灣大橋 真的將我們深圳和香港 尤其是屯門兩地更加緊密 因為它採用一地兩檢相當方便 上午過了深圳灣活動 之後買了菜他就下午說回來 時間都是大約二十分鐘車程 相當方便 加深了我們兩地人民的交往 亦都加深了兩地的發展 我覺得這個是對於香港 尤其是2003年沙子之後的經濟促進是很大 我們屯門開了之後相當多的內地市民 都來消費促進了兩地的經濟的發展 亦都是製造了很多香港的一些就業的機會 現在國家提出大灣區的建設 我們更加要掌握好這個機遇 怎樣去發展大灣區 怎樣能夠香港的市民 或者香港的年輕人 亦都可以多些嘗試去大灣區 創業好就業好各方面好 多一個途徑 多一個地方尋找自己適合的 將來的發展的機會 除了青年培訓工作之外 工會又舉辦過哪些學習班 和研討會等等的活動 助市民大眾更加了解國家和國情呢 接下來我們有請 香港公共事業工會聯合會 前秘書長蘇曼興 跟大家講解一下 60年代我們學習毛澤東的著作 通過一些要了解 我們講的那時候 毛澤東思想的精緒 每個時候是不同的 比如我們60年代 60年代 在工會中一個就是學技術 上班學技術 那時候很多技術班 我們講我們回去工會 第二個就是學這些國情 就是內地的國情 就是我們講解放前解放後 主要是講內地 通過內地去講香港 因為當時香港人很窮 之後就開始講香港的 港英的壓迫那種剝削 好了 接著到內地就是文化大革命 到了三宗傳媒之後 開放又是另一件事 怎樣去理解改革開放呢 所以由60年代 70年代 每一個年代都有些不同的 一些我們學的內容 除了學習的內容 會因應時代的變遷 而有所不同之外 就連學習的模式 都是會因應時代而轉變的 因為現在我們學習的內容 有內容會不同 方法很不同 譬如我用報表 用PowerPoint 用線上很多 所以我覺得 所以最近我和大灣區 搞了一個叫 山羅國月中英街 一個講座 很多人以為是旅遊節目 其實不是 我就會講了 為何有一個山羅國 為何有一個中英街 為何有一個我們叫峰河 為何有一個禁區 現在他們要解凍 其實有一天就講歷史 就是講歷史 講新界 我這個用比較軟性的包裝 你不要這麼硬碰碰去港 中英街你沒去過 有興趣的 還有很多是戒碑的 你怎麽來呢 怎麽來呢 當時怎麽董在這裏 日本人來就拆下他 國民黨來又重回他 到現在又保留他 這就反映了遲代的變遷 很多的 所以我就覺得 是否應該用這些方法 去多些宣傳 去多些呢 這是適合現在年輕人的 一些我們說的那些 的興趣 或者他們接受的形式 多些 所以就坐在 譬如我們說 我們說的那些 坐在學習班 很正經的 你說一下你的感受 我的感受 這是一個方面 不是不要全部消失 但是一個方面 是勇猛一點的 出去看看的 就是這個意思 蘇曼興蘇sir的 另外一個身份 就是歷史掌固專家 那對他來說 有哪一個建設項目 又能夠體現 國家與香港的聯繫 以及情誼呢 那時我們說 六七十年黨 我們帶他去東莞 去看東光之雪雪山來 去深陰水庫看模型 那時我們的群眾 很感受很深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每隔四天 供水四個小時 行樓下山水喉 就是很深的 好了 去到深陰水庫看模型 去數看 一邊十幾級 一邊抽上地下回來 那這個不是一個好的教育 就看一看 為什麼那麼辛苦給香港水 就這樣 所以現在這一輩不是了 現在這一輩就沒有人說一件事 就說我們這些水是要給錢買的 要給錢買的 不是幫我們香港的 我們要給錢買的 這完全是瘋了個是非 你真的去深陰水庫看模型 去到東莞金湖水泵站 看看模型 你就知道當時是不惜一切幫香港的 這個感受會不同 現在還在享受這個福利 但是你不可以無償 為什麼呢 我們先幾天再帶了另外一幫環保人士 去了東莞金湖水泵站 他們就明白為什麼水費越來越貴 因為不是只是初初開了一條河 一邊加淹 環保、潔淨、過濾、保證 很多投資的錢 這些投資的錢我們要回收回來的 那麼適量加水費 那麼他們就理解了 學習的過程 能夠令我們獲取知識 形成技能 消融其見 對事物有確切的認識和了解 從而得到適應環境 改變環境的能力 繼而創造美好生活 書寫精彩人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